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分享的是发面糖酥饼 因为有朋友说自己在做的时候总是做不好 今天就详细分享一下和面还有干酥的技巧 简单说一下咱们今天的材料 这里是面粉200克 酵母准备1克 这个酵母量不能太多,不能让它发得太好 酵母一定先和面粉搅拌匀 然后再加上20克油 这样就不会影响酵母的发酵效果 然后咱们把油和面粉彻底搅拌匀 搅拌得越均匀,咱们后面揉面的时间越短 然后咱们加入水 水的话每100克加65克水 水温的话就没有要求 大家可以用常温水,也可以用温水 不过一定要注意 这个面团一定要稍微偏软,不能硬 如果面团偏硬,咱们做出来的酥容易发硬 口感不好,还容易开裂 所以必须要偏软 合成团之后呢,咱们要放在案板上继续揉一下 把里面的油分给它揉均匀 揉至光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时间呢,也要控制一下 千万不要过长 不要把它揉成这样光滑的状态 咱们就可以包起来发酵 发酵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发起来,一种是半发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 上面的时间,把油酥和一下 油酥呢,咱们准备80克面粉 然后45克油 色拉油呢,咱们可以用热的 也可以用凉油 这个呢,就无所谓 但是活好的油酥状态 一定要稍微偏软一点点 不能太干 不能一按就裂 咱们今天用的是半发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能让它发的太旺 咱们取出来 不需要揉面 直接压扁 用擀面杖擀开 擀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擀的宽一点 能够把油酥轻轻松松包进去 才可以 油酥直接放在这个面饼的中心点 轻轻的给它压匀 接着就把四面往中间折 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油酥全部包住 不能让它漏 有漏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捏住 包好以后,用擀面杖这样压一下 把里面的气寄出来 然后用擀面杖擀开就可以了 擀的时候呢,这个力不要太大 一定要匀的力往前推 尽量只朝一个方向,不要乱擀 擀平之后,就像画面中这样 咱们从一头,然后给它叠过去 另一边也是给它折过来 叠酥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要给它叠平 不要这里凸出来,那里少一块 这样是不行的 压一压,简单排气 这一步呢,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下面撒上干粉 这样咱们擀的时候,它不容易粘住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咱们在擀这个酥皮的时候 千万不要有前后来回的乱擀 那样很容易出现厚薄不匀 油酥不匀的状态 再次擀好,咱们直接从一头卷起来 这样它的酥层效果也就出来了 到这里开酥的部分就算完成 咱们切好之后呢,能够清晰的看到酥层 然后把两头折到中间 像这样挤一下 捏一下就可以 不用给它折得太狠 直接压扁 接下来擀酥皮 擀酥皮大家需要注意 一定要稍微偏薄一点 不能太厚 太厚的话,咱们做出来它是发面的 发起来之后呢,这个酥的效果就很难出来 然后包上白糖馅 咱们用红糖馅也可以 包法呢,自己定 咱们只要不让它下面漏就OK 多余的部分呢,一定要给它去掉 不然底下容易过厚 这样咱们包好之后 直接像这样轻轻的按压一下 几个小饼,完成 最后一步用擀面杖擀饼 擀的时候呢,尽量偏薄一点 不能太厚 还有,一定要擀匀 擀成此时 画面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这样咱们酥饼的生坯部分全部完成 接下来是烙制 定饼铛提前预热,直接放入 然后另一面呢,也要加上油 不然很容易烤黑 盖上盖儿,用大火焖4-5分钟 时间到了,咱们直接打开 给它翻个面 让它两面上色均匀 如果家里有烤箱的话 咱们也可以烤箱直接来做 烤箱的温度要控制在180度 烤18分钟 用饼铛做出来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能够轻松鼓包 两边颜色一致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 全程的火力是不变的 一直保持大火 到这里全部的操作就算完成了 咱们的酥饼也出锅了 酥饼出来之后呢,稍微亮一下 酥脆度就会更好 这时候咱们轻点一下呢 它外面的层次也能看得到 在家里制作 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前面说到的 包括活面 油酥状态 只要大家够认真 看完一定能够学会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